记者王心女台北报道,女星刘希君宣布推出第五张专辑《如我》,12日举办记者会,师兄罗石峰带住客家局将送上祝福。 对于被称为佛系女灵,刘希君笑说,佛系是最近网络很红的字眼,又顺其自然的意思,应该跟这张专辑里有新时代女性的心境有关吧。 而他淡住歌坛的三年,曾因为师生求助中医,西医,才顺利找出病因,查出病因弦,刘希君还曾尝试舌头点刺的针灸疗法,最后才靠助努力治疗渐渐好转,目前只要保持良好作息就没有大碍。 虽然这次来台仅六天,但对台湾小吃念念不忘的刘希君,特别留了时间重新回味,尤其是卤肉饭,珍珠奶茶,臭豆腐,和仔煎更是必尝美食。 其实回忆起跟罗石峰的缘分,刘希君透露三岁出世提升的歌曲就是无言的结局,这次见到师兄本人,他开心说,罗石峰这首歌是我音乐的启蒙歌曲,今天终于见到原主唱了。 两人当下用客家化对话,竟发现其实是同乡,少演任亲戏码。 刘希君推出第五章专辑,记者陈毅宽社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